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汗出热碱 继而辅热 它这个汗是个什么形态 汗少而粘 病人发热 持续发热 在发热的过程中 热势一要升高就出汗 但是汗不多 少 而且特别粘 建于湿热病 它是湿热欲征的结果 是热征湿动 热鞋在里边熏征 鼓动了湿鞋 使湿鞋向外 向体表 通过毛孔伸出来 就出汗 因为通过出汗 它可以散热呀 所以体温就稍微有点降低 汗出热碱 但是呢 也不降到正常 过一会儿 热量不够了 没有力量鼓动湿鞋了 汗就不出了 然后体温又逐渐升高 到一定的时候 又鼓动湿鞋 又出一次汗 出了汗以后 又热碱 汗出热碱 继而复热 反复发作 因为它这个汗 不完全是金叶 它是热血鼓动湿鞋 湿鞋粘腻 所以汗很粘 为什么量少呢 因为它粘 它不可能一次都挤出来 实际上是热 把湿挤出来了 它很粘腻 不可能挤得很多 所以量少 而且往往在这种形象下 伴随着白培 出一次汗 发一次培 鉴于湿热病 一般来讲是湿热病重 再一种情况 就是多汗 也可以叫大汗 在温病过程中多汗 有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 高热 口渴 大汗 脉搏 红大有力 伴随着高热 口渴 而出大汗 脉搏 红大有力 面红气粗 甚至于喘 烦躁 这是个实证 一般 鉴于热血在肺 或者在胃 守太阴的气氛 或者足阳明的气氛 肺未热吃 肺未热吃 鼓动金叶 热血鼓动金叶 蒸发了金叶 大量地向外渗出 所以出大汗 这种大汗是伴随着高热而出 那么这种汗 是凉汗还是热汗 热汗 所以形容它 就蒸蒸汗出 就像龙屁蒸馒头一样 从里边向外冒热气 出热汗 就治疗呢 用新凉药 用新寒的药 新寒清气 打热出表 使这里热 向外散 热散出去了 汗就不出了 所以这种汗不能止 温病里边 一般不用止汗的药 你直接止不住啊 它是热造成的 所以清热就能止汗 这是一种情况 再一种情况 它并没有高热 是低热 体温并不很高 但是汗出的很多 不仅出的很多 而且黏 像油一样 现在涂了一层油 汗量多 而且呢 有点黏 伴随着全身症状是什么呢 齿枯舌尾 齿燥如枯骨 舌体瘦薄 微软无力 舌头都没弹性了 小舌头 很薄 很瘦 缩小了 为什么呀 今夜大声 肌肉萎缩了 所以人呢 也很消瘦 眼眶塌陷 脉搏 微细 极微极细 甚至于散弱洋华 散了 请问 这是个什么现象 咱们给它请个名叫什么 王阴 这叫王阴了 重度脱水 阴叶将亡 金叶枯贺 所以体内那点 金叶呀 都挤出来了 所以它粘 像油一样 汗出如油 这种汗也叫绝汗 出完就完了 人就死了 很难治疗 这是一种情况 再一种情况 大汗淋漓 但是你摸一摸 是冷的 冷汗 行身衰背 人呢 没有精神 萎靡不振 脉搏 脉搏 维系 甚至于 再发展 这是一个阶段 开始出大汗 开始出大汗 止不住 而且汗是凉的 没有热气 精神非常的疲惫 你说他昏迷还没昏迷 说没昏迷也快了 但愚昧那个状态 脉搏 微细 极细极弱 这属于什么 属于虚脱 什么脱呢 筋气欲脱 也就是说 体内的筋液和阳气 都要脱离人体了 这么出大汗 阳气还不向外跑吗 筋液还不向外渗吗 筋液和阳气 要脱离人体了 所以叫虚脱 是筋气两虚 虚到什么程度 虚到快要脱的程度 再进一步的发展 汗还止不住 手脚就冰凉了 而且 卖红大而抠 或者是散 最后脉搏 不跳动了 这个阶段叫什么 在虚脱的基础上 出现四肢决定 这叫汪阳 所以啊 他是先虚脱 后汪阳 汪阳是虚脱的进一步发展 为什么出冷汗 由于持这个病 往往建于持续高热大汗 持续的高热大汗 大量的消耗阳气和筋液 到最后 筋液阳气损伤的非常严重了 阳气不能顾表 收敛不住了 所以汗 时间往外出 由于他阳气衰竭了 体内没有热量了 所以 汗是凉的 冷汗淋漓 像水洗的一样 我见过这个冷汗呢 顺着头发梳往下滴 连头发梳都出 汗出的非常多 最后 手脚冰凉 中医叫汪阳 西医叫休克 冷休克 冰凉 像这种情况 虚脱的阶段 用生脉散 人身脉动五位子 补气 生金 不脱 如果汪阳 就是人身父子 身父他 人身补气 故脱 父子回洋救命 这就不是清热的问题了 也不是资金的问题了 他没有热了 周身冰冷 手脚冰凉 这是王阳的汗 也是大汗 所以高热的大汗 是实证 是热汗 王阴的汗 棉 汗出如油 量也多 但是伴随着一派 阴夜大伤的表现 今夜枯 枯鹤的表现 王阳的大汗 是冷汗淋漓 伴随着全身的寒相 阳气要亡了 这些现象 在文病中都能出现 最多见的是高热大汗 汗出异常的再一个类型 是蘸汗 蘸汗 这个蘸字 可以从两方面去解释 一方面呢 它是形容病激 一方面 它是形容 病状 也就是症状 病激是什么呢 是指正邪交争而战 是正邪交战的意思 正气和邪气 激烈的相争交战 形容病状呢 是全身战斗 战汗 一般见语 最多见语 高热期 也就是 气氛症 温病不可能 第一天刚开始就出现战汗 那是不可能的 它一般 是在温病的五六天 或者七八天 或者十来天 那就根据病行了 如果是湿热病 它战汗出现的时间呢 就晚一点 湿热病也可以 如果是温热病就早一点 一般是在五六天以后 邪气传道气氛 正邪相争激烈 这个时候啊 邪气很胜 正气又不衰 正邪啊 对质 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正气衰 不可能战汗 邪气不胜 也不可能战汗 邪气非常胜 正气也不示弱 也不衰 才可以出现战汗 它势均力敌状态下 斗争的很激烈 就是在高热的过程中 正邪相争 病人突然全身冷战 打冷战 打斗 斗完了以后 就出汗 这就叫战汗 它是先战后汗 从病急上讲 是正邪相治 势均力敌 正气衰 不可能战汗啊 而且是在伴随着高热 为什么 它高热的过程中 突然出现寒战呢 是正气和邪气 都集中在病变部位 就在这儿战 战争 那么全身的阳气 都集中到邪气这个部位 来抗邪了 那么阳气就不能 像其他地方去了 阳气都集中到这儿了 其他部位 阳气就到不了 所以其他部位就缺阳气 你比如说 热携带肺 全身阳气都调动到肺 来和邪气斗争 这阳气就不能达于周身了 所以它全身就发冷了 就发战 就战 战到一定的程度 怎么解决啊 出一阵大汗 这就叫做战汗 战汗以后 是先战后汗 汗出以后 有这么几种趋势 对大家应该了解 一种情况啊 是战完了以后出汗 汗出完了以后 汗出浮冷 注意 汗出来之后 周身冰凉 可能到36度 也可能到35度 就是体温那比正常的低了 身上发凉 这叫汗出浮冷 皮肤是凉的 神行衰背 人一点精神都没有 昏昏欲睡 你躺着一点精神没有 想睡觉 脉搏 很弱 很弱 没有力量 但是呢 他不躁动 很平静 虽然没有力量 但是跳动的还是正常的 很平静 这是好现象 为什么呢 通过战汗 在战的这个过程中 正气把邪气驱逐出去了 所以他体温就退下来了 那么请问 站得这么激烈 正气把邪气驱逐走了 正气伤不伤 当然大伤 就像俩人打架一样 俩人都是120斤 都是撞小伙子 打了半天 你虽然把他打倒了 你就一点事也没有 因为你是势均力敌 你是费了很大力气 才把他打倒 他打倒了 你也起不来了 就这么个状态 所以邪气虽然被正气驱逐出去了 但是正气也衰背 阳气不足了 所以病人功能低下 没精打采 昏昏欲睡 皮肤凉 因为他阳气不够了 脉搏跳动也无力 但是这不要紧 因为他邪气走了 过一段时间 正气自然就会恢复 所以叶天是讲啊 病人呢 昏昏欲睡 你别打扰他 一会儿一捅过 怕他死了 看看死了没有了 捅过捅过他 你别打扰他 你让他好好睡一觉 过二十四小时 他自己就恢复了 邪气已经退了 正气自己就恢复了 你老乱他 说不要扰其原神 你要扰乱他的原神 让他老 精神紧张 反而消耗他的体力 你不用管 他死不了 因为邪气退了 脉搏很平静 随转身生良 不要紧 这是好现象 正常现象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占完了以后 出了一身汗 出了汗之后 浮冷 浮冷的同时 汗还出 大家看 这四个字 位置一颠倒 汗出浮冷 和浮冷汗出的 含义一样不一样 汗出浮冷 是占了汗以后 汗出来了 周身翻凉 但是呢 他汗没有了 已经不出汗了 如果说浮冷还汗出 那就麻烦了 占完了以后出 出完了以后 体温已经降下来了 汗还继续出 不仅汗继续出 体温还继续降 手脚明凉 脉搏微弱 这是什么问题啊 邪气驱逐走 没驱逐走 咱们不知道 正气先败了 正气让邪气打倒了 没有斗过邪气 这是要汪洋 这是汪洋的象徐 或者说病人脉搏不微弱 造极 脉搏跳动得很快 不仅是快 而且节律不整 忽大忽小 三五不调 病人烦躁 这是什么现象 也是汪洋 是浮阳外跃的表现 阳气浮动 虚洋内扰 就烦躁 虚洋内扰 脉搏就快 没有节律 伴随着 冷汗继续出 四十觉冷 也是汪洋的另一种表现 还是要汪洋 你别看他脉搏跳得快 那是虚洋扰动 那个阳气要外脱的表现 就说明啊 站了以后 正气溃散了 没有斗过邪气 再有一种情况 站了半天 白站了 不出汗 人也很没精神 脉搏 也很没力量 这什么问题 也抖 也站 站完了以后 没汗 人很疲乏 脉搏微弱 这种情况 也是正气衰备 是因为正气虚 他无力骨鞋外出 不能生 不能出 他没有力量 把邪气拖出去 是正虚 不能脱鞋 所以 他站完了以后 不出汗 出汗是 邪气外出的一个途径 随着汗出 邪气就跟着走了 那王阳呢 是正气跟着跑了 汗出浮冷 是邪从汗节 浮冷汗出 是阳从汗王 站了半天 不出汗 那说明正气不足 没有力量脱鞋 脱不出去 也是胃后 这种现象也很不好 我又可说呀 但占而不汗者胃 以中气亏胃 但能降线 不能生发也 他没有力量生发 脱不出邪气去 那说明邪气还内线了 正气没有力量支持 所以这种病也很费重 还有一种情况 站也站了 汗也出了 但是呢 出完了汗以后 体温逐渐又升上来了 站完了以后 出了一张汗 出完之后 体温又有一点往上升升升升升升 又升到40度 到明天又站 这就说明啊 正气并不帅 邪气也很顽固 正气和邪气势均力敌 邪气没有退 正气也有力量抗邪 所以一站不解 隔夜再站 反复站汗 我见过最多的连续站20天 而且还是67岁的老太太 湿热病 大致性肺炎 终于说就是湿热病 而且是每到夜间一点 这挺奇怪啊 她病了一个多月了 开始啊 到西医院 癌子光预兆 左肺 上边 有一块阴影 究竟是肺癌 还是炎症 没有确定 用的是轻没错 然后 用过四环处 也不行 然后呢 这我再看中医 她是这样 体温 持续在39度 每到夜间一点 一点之前 从12点开始 这体温就逐渐升升升升升升 升到41度 她自己都知道 升到41度就全身发抖 抖完了以后就出汗 出了汗20分钟 体温就下来了 还恢复到39度 天天占 连续占20别 蛇胎 厚腻 微黄 还不是特别黄 卖也不说 最后看 还是个代理性肺炎 因为什么呢 她好了以后 又活了好多年呢 再透那阴影就没了 就用的什么呢 白虎加苍猪汤 这个咱们话不要讲 白虎汤 加一味苍猪 当然不是这俩药啊 我又给她加的火香 黄莲黄芹 她加的乙仁 六佛药 就退了 就解释 为什么她每到凌晨一点 半夜 从12点开始就体温升 到一点就站 我反来不去琢磨 跟少阳有关 夜间阴寒盛啊 到夜间一点 死时了 这时候阳气开始生发 阴近阳时 少阳气开始生 阳气一生动的时候 正气和歇息就正 她有力量啊 就这么解释吧 反正这中药就是六佛药 两副一次 两副一次 加减了两次 一共是三个方 就退去了 后来又活了十几年 什么问题也没有 实际上就是个大二性肺炎 用那么多抗菌素下不去 就几副中药就下去了 我站的最多的站就是连续站二十天 为什么她时间这么长呢 湿热交接 人家有湿啊 湿热交接难解 我觉得要是温热病 她不会站这么长时间 那么在湛汗的过程中 医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一般来说 在湛汗的过程中 不需要用药 与叶天士说 法医异味 异味 他没有说用什么药 这个各家对这句话的注解 就不一样了 王孟英说 异味之法 不外乎 灌盖汤水 就是给他水就行了 不是药 就给他水干 干什么呢 这句话说的很关键 输越其输积 输积就是气积 输越就是疏通 给他汤水有什么作用呢 能够疏通气积 水能疏通气积吗 有这作用吗 在这种情况下有 为什么 因为他高热 消耗水分 体液不足 他站的过程中也缺水 这汗就不容易出了 这时候你给他水 你就等于助长了正气 就促进他汗出来 自汗源吗 他里边太干了 太汗了 正气和邪气 在那摔抱脚扭到一块了 分解不开 水进去之后 就等于助长了正气 正气一鼓汗出来 他汗有来源了 就结了 讲得很好啊 你在临床上呢 有的人这样叙述 有的喝水 以后 站汗的过程中 喝一碗凉水 汗出来了 有的人吃块西瓜 汗出来了 西瓜并不治病 但是他补充了体液 补充了经验 经验充足了 等于正气 胜了 正气一充足 一鼓作气 就把血气鼓出来 所以这个 占汗的过程中 不需要用别的药 就给他水喝就行 第三部分 是口渴 口渴也是 温病常见症状之一 热病了 当然要口渴 但是在温病过程中 口渴和口渴并不一样 有的口渴 预饮 还有的预冷饮 有的口渴就不预饮 还有的呢 可预热饮 都不一样 那咱们先说 第一种情况 口渴 口渴 就是口渴 想喝水 这是 今夜损伤的表现 它多鉴于 守太阴肺 和足阳明胃的气氛症 往往伴随着 高热大汗 由于高热大汗 而损伤今夜 缺水啊 病人就要 饮水自救 这是人本身的一种 求生的欲望 自然的反应 渴就要喝 而且喜欢喝凉的 因为凉水能降温呢 它里热很重啊 所以渴 渴冷饮 这是温病中的常见症状 再一种情况 口渴不欲饮 口渴不欲饮 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 一种 是湿热 一种 是温病 加痰 再一种情况 热入盈粪 一般呢 常见就这么三种情况 湿热病 因为热运湿中 热血并不伤今夜 那热裹在湿里边啊 它是和那个湿互相熬 就熬焦一样 湿要预住热 热在里边呢 熬那个湿 它去消耗湿 它消耗不着今夜 所以呢 湿热病的病人 如果是在湿重 或者湿热病重的情况下 今夜并不损伤 所以它口不渴 但是呢 也得有病人口渴 为什么口渴 口渴不是因为 今夜的损伤 是因为湿阻气机 阳气的升降出入 道路被湿血给堵住了 它不能正常的运化水 气不布金 气不能浮布金液 所以呢 金液就不能上成 它倒不了口腔 体内停尸 口腔缺水 就这么个道理 缺水的原因 并不是没水 而是管道堵塞了 三胶气化不利 阳气不能不散金液 金液不能上成 所以它觉得口干 口渴 但是呢 它并不是真正的缺水 它里边还有多余的水 所以它不想喝 觉得嘴干 你给它点吐出来 淡雨塑水不一样 吐出来不真喝 喝也喝不进去 温病 不管是温热湿热加痰 就即使是温热加痰 也是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 这个人是痰湿重的体质 就平常啊 他就痰湿重 大胖子老吃肥肝油腻 这种情况咱们就叫痰湿重 他得了温病了 是热里边又夹着痰 这种病人也有这种情况 谈了喝湿是一类的东西 他也阻塞其极 进不上成 所以他也可不欲淫 像这一类的病人 即使喝 他也是喝少量的 热水 一般来说不想喝 或者是 能够咽这么一两口 少量的热水 他不想喝凉水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热能化石 石需要阳气 热气进去以后 石前能够松动一点 所以他能接受 凉水不能接受 就是这么个特点 再一种情况 口渴不欲饮 或者不渴 是热血液深入血脉 进入营分 消耗血中筋液 到这个阶段 他通过了肺和胃的气氛阶段 那么肺的筋液和胃的筋液 都已经耗干了 损伤的非常严重了 他继续发展 就是消耗血中的筋液 把库存都给消耗了 他在血脉里边 蒸发了血中的筋液往上 嘴里边有水 所以他反而不渴 或者是有点口渴 但是也不渴 这个现象是很没用的 为什么 他伴随着蛇质光降无胎 深热夜深的慢吸收 盈音上的很厉害 所以你知道 他这种口不渴 或者是渴而不欲饮 不是好现象 是热血深入到营分的表现 第四吧 再一个温病里边 最常见的症状 神志异常 就是在温病的过程中 很多神志的改变症状 经常出现 而且它标志着病情的轻重 通过观察神志 也可以判断 进入到哪一个阶段 神志异常有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 叫神昏瞻语 瞻语就是说胡话 语无伦次 语言错乱 无伦次 无意识的 不是有意识的说 是在昏迷的状态下 无意识的语言 所以叫瞻语 出现神昏瞻语 标志着病情重 但是呢 重它也有个差别 有的是在营分 有的是在血分 还有的是在气分 这个大家要把它搞清楚 它们表现不一样 比如说 这个类型 是什么证 在哪个阶段 深热夜肾 当然了 口渴不瘾 或者口不渴 烦到不昧 越到晚上越烦 躁动不安 不睡觉 时有瞻语 不是整个都瞻语 一阵阵的说胡话 舌智红将 无胎 脉相细说 这应该是个什么证 是热邪灼伤营阴 热邪深入血脉 损伤了血中的阴液 热邪还剩 既有热 又有阴伤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烦到 瞻语 是迎热扰心呢 迎热不在血脉里头吗 心煮血脉 所以 它这个热 必然就导致心热 心有热就不能藏神 所以 它神志不清 一阵一阵的瞻语 但是 因为它病情还清 还浅 和血分比 还要清浅 所以呢 它是烦躁不昧 实有瞻语 没有完全昏迷 半昏迷状态 但是病人是烦躁的 躁动 应该说 是心神外悦 再一种类型 深热烫手 肝烫无汗 体温很高 吐血 溜血 发斑 你见一个就行了 总而言之 有出血 舌子降脉硕 这是哪个阶段 这是血分症 这种病人 神志什么样 神昏瞻语 简称是昏瞻 昏瞻的同时 伴随着 骚扰 不宁 病人呢 就没有 一会儿安静 那胡话 是一连串的说 四肢乱动 一会儿也不闲着 而且呢 越到越见越厉害 也是越渐重 所以往往呢 就把他手脚都拔上 你要不拔上 他就能 掉地下 那他乱动啊 这是热邪 深入血分 比营分更重了 部位更深 病情更重 热邪扰心 热扰心神 心不藏神 这两种情况 有情有重 但是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 热扰心神 导致 心神外悦 这神呢 藏不住了 向外跑 打个比方吧 这心里边藏的神 你这儿给他 点火 烤他 这神在里边 就藏不住了 就出来了 他不就乱动吗 造扰 这种情况 属于心神外悦 造扰不宁 就像我举那个例子 你把那鱼 搁在水里边 水又少 还有热 它里边乱蹦 造扰不安 还有一种情况 就像我专门 病人身热着手 干烫无汗 舌碱直觉 舌体转动不灵活 舌头短向后缩 四肢觉冷 喉尖谈鸣 像拉锯一样 呼噜噜噜 有弹声 舌质红将 舌苔黄造 脉搏 气滑术 这是个什么问题 这种情况 叫弹热蒙蔽心胞 也是盈分症 因为新竹学术盈 心胞是新竹的工程 热血 伸入到心胞 肯定要损伤盈盈 所以它舌是红将的 但是它有弹 所以舌苔黄造 这应该说是气盈两半 气分有弹热 盈分有阴伤 痰怎么来的呢 往往是由于热血 着液成痰 热血进入血脉 消耗血脉里边的盈盈 在外边 它把肺的筋液 也消耗了 筋液不是自来水 它里边有营养物质 那么水分消耗了 那些物质就凝聚 就是弹 所以热血着液成弹 往往是这么来的 所以喉尖有弹声 舌苔黄造 热很重 但是呢 它和热灼盈盈就不一样了 它有弹 这种病人的神智什么样 神魂瞻语 他躁动不躁动 他不躁动 就光说胡话 不动 或者连胡话都不说 他应该说 叫魂溃 瞻语 在昏睡状态下 说胡话 光动嘴 不动手 次之不躁动 那么为什么 他这个瞻语 不躁动呢 都是营分症 刚才咱们讲 热灼盈盈 躁动 这个为什么就不躁动 关键问题 他除了有热之外 还有痰 热可以扰心神 但是 他除了热之外 还有痰 痰呢 把心包给蒙蔽了 热扰痰蒙 热血扰动 神智当然失常 所以他说胡话 但是由于有痰蒙蔽 神智不能外跃 心神不外跃 打个比方吧 就这种情况 这是神 外边糊落一层痰 痰把心包给包住了 虽然有热 在这扰动 这神呢 是不得安宁 所以他说胡话 他想外跃 跃得出来 跃不出来 因为外边有痰蒙 他跃不出来 这种情况 叫心神内壁 所以 尽管他也说胡话 但是他不躁动 这种情况 昏迷的程度更深 还有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是不是 这种情况 这样做 mens 面 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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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解释 令人昏迷 沾雨 做一些无意识的动作 手脚乱动 它形容得很好 寻衣磨床是什么意思呢 它没事老碾这个一声筋 这么碾 磨床呢 那床边 这手就这样磨 要不就捋这一声筋 要不然呢 把手乱抓好像在这倒一下 实际上什么也没有 叫搓空里线 确确实实这种表现 描述的很确切 做无意识的动作 它不像刚才咱们说那种 骚扰不宁乱动 要翻身 要折跟头 没那么严重 就是寻衣磨床 搓空里线 手老动 同时 七八日不大便 日不朝热 手足激燃焊出 浮满痛剧案 舌红 胎黄灶或者焦灶 甚至于起芒刺 脉沉石有力 这是个什么证啊 这是阳明辅实证 阳明的有形热阶 这是个气氛症 所以同学们不要以为 气氛症就没有鸿鸣 气氛症照样有神魂 什么原因呢 造屎是浊气吧 又有热邪吧 它是灼热 在大肠 上扰心神 是灼热扰心 这个灼热 造屎和痰不一样啊 说它虽然是浊气 但是它并不把心包蒙蔽住啊 对吧 所以还是心神爱与 所以它薰衣莫穿 搓空里线 做无意志动作 是造屎和热邪 灼热 热邪加着灼气 上扰心神 一下就行 大成气小成气 或者调味成气 根据病情的轻重 只要用下法一下 它就不昏明 这个用不着开窍 神魂是灼热扰心造成的 根源在于造屎 所以治疗 攻下造劫就行了 关于神志异常呢 还有几个其他的表现 咱们这堂课就讲到这 下次再讲后边的内容 下课